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前一阵在日本的亚马逊上买了一些面膜 然后今天它到了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开箱视频 然后还有一个是斯布兰的购物分享 因为其实之前斯布兰到的时候我也有录开箱的 可是在导视频的时候它不小心被格式化了 但是我都已经打开了 所以先就一个小小的斯布兰的购物分享 然后我们就开箱这个日本的亚马逊进来的东西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我第一个在斯布兰买的呢 是这个Makeup Forever的这个Foundation Stick 对 Stick Foundation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比较深的是Y245号 应该是比较深的颜色 一般我用粉底液都会用最白的颜色 但是这个呢我不是用来做粉底液 我是想说想做那种two turn base底妆的时候 用这个用这个来就是把旁边 就把这个边缘部分这样是打上 打好了之后用那个美妆蛋给它blend开 然后再用比较浅颜色正常颜色的粉底液 在这个地方上上 然后中间再用彩胶蛋给它好好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会比较有那种水光一点的感觉 因为水光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比较亮一点嘛 所以的话如果要做two turn base的话 就这边稍微暗一点这边亮一点 然后更加突出这个地方的亮度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比较深颜色的这个Foundation Stick 然后我这个呢也用了 我感觉其实蛮好用的 就你看颜色就比我的皮肤还要深一点的颜色 因为很多人说粉条很干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其实很润而且很好推开 反正我目前用了大概两三次吧 我觉得就是质地还有遮瑕 就是反正都非常非常好 我特别满意这个 这次在斯富兰买的我都觉得还不错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Hourglass的眉笔 这也是好朋友推荐我买的 我觉得这个眉笔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 它在手上画的时候 其实根本你看画不出什么颜色 可是它在眉毛上却非常好的上色 然后很自然 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新手用 就是特别好上 它头是这样子的 就是特别容易用起来特别上手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后面还有一头刷子 而且我觉得Hourglass它们在的包装啊什么 都特别的就看起来很好 包装很有质感 因为我之前都是用一些 就是药妆品牌的一些眉笔 就包装就很轻 然后感觉没有质感 这款真的是包装到就里面真的很好用 但是可能在眉笔来说比较贵吧 就是肯定比药妆品的品牌比贵一些 好像要30多美金这样子 然后下一面是买了一个这个NARS的遮瑕 因为这个NARS Concealer没什么好说呢 我已经用了第三次了吧 而且我觉得就很好用 是我用过的concealer当中最好用的一次 就是无论是它的遮瑕 还是它的就是保湿程度 19程度 我觉得就是都非常非常好用 那我用的色号是第二个色号 这样子 这个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买了一支这个季凡希的口红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季凡希的口红的 就自己要说反正是长这个系列的 然后色号是304 我今天就是用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我现在不是很喜欢那种 很blingbling 就是特别润到闪的那种口红 我觉得就感觉不太适合我 以前我很喜欢用那种 但是现在不是很喜欢的 然后这个制定呢 又不是说那种完全的雾面 也不是说那种blingbling 我觉得是介于两者之间 而且滋润度完全不是说很干不干的 就是可以接受 唯一是我不太喜欢它的味道 有一点像蜡皮的味道 我也说不好 反正就其他都还蛮好的 除了这个味道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还挺显 挺显白的一个感色吧 最近蛮喜欢这个橘色系 这个有点红橘的那种感觉 好 这是之前在斯福莱买的这个四样 然后我昨天前几天又在斯福莱下单 我带了这个包裹呢 开箱 我好怕这个视频时间长 我手 因为要开两个包裹 如果时间长可能要看它 非常上下感觉 然后这个是这样 先张开 然后我买了 我买其实买了这一个 是这个滋生堂的这个眼睛环 这个我之前用过一个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就是我觉得它不是 因为我没有用过很多眼霜 它喜欢眼霜是特别就是厚重 特别保湿 特别rich的那种质地 我觉得就好厚啊 就是虽然很保湿 但是我总感觉会长脂肪力 但这一款是那种又很保湿 又很轻盈的那种质地 为什么我觉得它很保湿 就是真的是 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讲的鞋 还能感觉到眼周围非常非常湿热 但是它不是那种非常rich 这种质地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轻 然后就是这个红腰子这个系列嘛 反正整体来说我是使用感感觉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回购了一瓶 截在了手上一点 就很润很润 可是润又不会觉得很油 就是我觉得好好啊 好好用 好水润 这就很水润的那种 然后就是我又用鸡分饭换了一件东西 换了一个这个Body Brown这个套装 这个是 那里面有这五样东西 然后它是用500级的换的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这个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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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就是一个眼影 然后是San Dune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眼影底就很方便啊 它就用直接就在眼上 然后blend开就可以当眼影用了 根本都不用什么刷子或者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去穿了 然后有一支口红 哦就这种土色 我还没有这种颜色的口 哇感觉好土啊这个颜色 就是好深 我没有这么深的颜色 这样我这次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应该这个 eye cream 对是一个Bobbi Brown的hydrating eye cream 嗯这个 所以感觉这个小套装还蛮划算的 500分然后是这么多五样东西 然后还有因为之前买了那个 我就UIP升级了 然后他们有这个给一下刷子 一直没有要这一次 所以就让它这样寄过来了 这是刷哪里的啊 这是刷粉底液吗 可是刷粉底液都太厚 这刷哪里的呢 就这样子 感觉我用不太到这个刷截 不过红色的也蛮挑的 然后是我要的一些sample Hourglass的什么 应该是高光和那个阴影这样的一个sample 然后一个这个是shampoo的sample 反正是流的时候也蛮不错的 然后是一个Dior的skin creator 好这个斯布兰箱就空了 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来拆日本的箱了 这么这么大一下 这么大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